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食貨出版社 第一章,萬曆皇帝 公元1587年,在中國善明萬曆十五年 論干支周圍丁鞋,屬豬 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聚 縱視氣候有點反常 夏季北京缺雨 五六月間時逆流行 旱情延及山東 南籍帝,居由因降雨過多而患水 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 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覺復原之大 似乎年年在所難免 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弘子 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 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住者又何以把萬曆十五年提作書名 來寫這樣一本專注呢? 一五八七年,在西歐歷史上 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精英的前一年 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 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 所異於忽視的事件 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 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 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蘭的機緣 其間關係因果,刻為歷史的重點 由於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 我們的論述也無防從小事開始 這年陽力的三月二日 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 天氣雖然不算浩寒 但樹枝還沒有發芽 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 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 大街上卻嬉嬉樣樣 原來是消息傳來 皇帝陛下要舉行五朝大典 文武八官不敢懷慢 立即奔赴皇城 城橋的高級官員 還有機會在橋中處理官大 徒步的低級官員 從六部衙門到皇城 路程將近一里 抵達時喘息未定 也就故不得再在外表上 世家整色了 暫在大門 暫在大明門前首位的錦衛軍 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 但看到大批聖莊的官員來臨 也就以為確是舉行大典 因而未加詢問 進大明門即為皇城 文武八官看到端門五門之前 氣氛平靜 城樓上下有無朝會的跡象 既無機案 暫隊點名的愚利和愚前示衛 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 不免心中喘測 互相詢問 所謂五朝是否和存 近時宦官宣布了確切消息 皇帝陛下並未召集五朝 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 驚雲既定 這空月來風的五朝事件 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 這謠傳從何而來 全體官員數以千計 而軍售票上當 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於這頗大戲劇性的事件 萬力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 但一經考慮到 此事有選朝和朝廷體統 也他就決定不能等閒事之 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 一道聖旨已由掌執掌文書的 宦官傳到內閣 大義士 今日五間之事 實與禮部及紅爐子職責有關 禮部長以據而駐 紅爐子掌領督演習 該一衙門明知五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 決無在而駐未備之時 闖絕全換八官之理 事以其他衙門既已已我存我 該以衙門自當立即阻止 既未阻止即是換忽即首 駐從尚書自興以下官員各伐奉兩月 並仍需查究是何人 首先我存拒咒 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 於是只能回咒 當時眾口相傳 首先我存者無法查明 為了使這些紛紛年的官員 知所警戒 皇帝把佛房的範圍由禮部 紅爐子扣大到了 全部在經公職的官員 由於工作上不能進職 或者宙事延遲不妥 觸怒盛心 對幾個官員作佛房的處分 本來是極為平常的事 但這次處罰 竟及於全部經官 實在事前所未有的嚴峻 本朝官諷微博 京城中高級官員的豪華生活 缺非區區法定的鳳銀所能維持 如各部上書的官街為正義品 全年的鳳銀只有152兩 貪圓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愧贈 各省的總督巡撫所送的禮金或禮品 往往一次即可相當於十倍的年鳳 這種情況自然早在聖明的動鑑之中 全字佛鳳 卓許正是考慮到 此背並不賴官訪為生 而以示薄情 但對多數低級官員來說 被罰訪兩月就會感到結局 甚至不出必要的家庭開資料 按照傳統觀念 皇帝的意旨總是絕對公穩的 聖子記下就不再允許有任何非議 此事件也難怪萬曆皇帝盛心震怒 因為皇帝到神寮都彼此心照 朝廷上的政事千頭萬水 與其要點則不出於禮儀和人事兩項 謹以禮儀而言 他體現了尊卑等級 並維護了國家體制 我們的帝國以文人管理為數至千萬 萬萬的農民 如果對全部實際問題 都要在朝廷上和盤拓出 那來檢討分析 自然是辦不到的 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抓住了禮這個要點 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 上下有罪 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 現在全體京官自相驚擾 狼賓團特實在是不成體統 萬曆皇帝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 1587年3月 卡爾蓮滿23 進入24 登上皇帝的寶座 也快有十五年了 他自然會清楚記得 在他八歲那年的冬天 他的父親龍慶皇帝為他舉行了 象徵成為成人的官禮 他被引導進入殿前特設的遺葬裡 按照禮儀的規定更換衣冠服飾 前後三次都以不同的裝束出現於大庭廣眾之中 既出遺葬 他就手持肉骨 肉歸被引導行禮 並要特設的酒杯喝酒 全部節目都有禮觀的唱道和音樂伴奏 所需的時間接近半天 第二天他又被引導出來坐在殿前 以最莊重的姿態接受了百官的慶賀 幾個月之後 龍慶皇帝龍遇上賓 這位剛剛九歲的皇太子 就穿著桑服接見神寮 按照傳統的勸進程式 全部官員以最狠切的慶祖 請求皇太子即皇帝為 頭兩次的請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絕 因為父皇剛剛駕賓 自己的哀痛無法折制 哪裏有心情去想到個人名為 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說的 應當以赦職為重 作為理由免遇所請 這番推辭和接受的過程 有條不論 有如經過預作 既然登上皇帝的寶座 他就必須對各種禮儀 照張辦理 在過去的十五年 他曾祭天地 自祖廟 慶元旦 賞 端陽 他接見外國侍臣 解職退休 和駐有分勞的官員其佬 他還曾檢閱軍隊 攀發戰旗 並再一次戰役獲得勝利 以後接受獻夫 這種獻夫儀式 極為嚴肅 而令人觸懼 皇帝的寵座 設在五門城樓上 他端座其中 陷是著下面花崗石廣場上發生的一切 他的兩旁站立著 他端座其中 受有分為 受有著為的高級軍官 萬有許多被稱為 大漢將軍的 身材灰悟的 御前示威 在廣場上 大批官員的注視下 奮魯被牽著 盡來 手腳有撩敲 一塊有懸恐的紅布 穿過頭顱 遮空蓋背 被腰殼著 對五門下跪 這時刑部尚書 吹捕向前 暫定 軟學大聲朗讀 各個俘虜觸犯天地 危害人類的罪行 讀筆他又宣佈 這積罪人法無可恕 請皇上批准 依律壓負 示槽斬首示眾 皇帝答覆說 那去 他的天與關音 為近旁的高骨盆 武官二人傳達下來 二人傳四人 以後八人十六人 三十二人相似聯升全殼 最後大漢將軍三百二十人 以最大的廢活量 齊升高渴 那去 升陣屋瓦 旁觀者無不為之動容 每年揚曆的十一月 皇帝已接受下一年的日曆 並正式攀行於全國 他的攀行 使所有的神文得到了天文和節令的根據 知道何時可以播眾穀物 何日移於探訪親友 漢臨願官員們的集體著作 例如實錄之類 也在香煙惡隊的蓄勇下 功成於皇帝之前 書籍既經皇帝接受 並加越南 就成為陰定 也就是全國的唯一標準 再同樣莊嚴的儀式 萬曆皇帝 受與他的兄弟 縮集背中的一些人 以皇的稱號 封他們的妻子為皇妃 批准他們子女的婚姻 而最隆重的儀式 卻是把人姓皇太后的尊號 上陣及他的嫡母 龍慶的皇后陳氏 把慈姓皇太后的尊號 上陣及他的生母 龍慶的皇貴妃李氏 慈姓皇太后 對萬曆皇帝有極大的影響 因為除了他 沒有第二個人 再能及以他真正的天性之外 但是在萬曆登極之後 根據皇室皇家的習俗 一種模型的距離 就存在於太后和皇帝之間 使母子之間的天性交流 變得極為不變 例如前此不久 萬曆曾下令修緝 莊皇辭聖所居的公室 進宮之後 他的感謝不是用親切的口吻 加以表達 而是請學士寫成一篇文章 讚賞皇帝的純孝 在他下季時逐句中讀 這篇文章 因為能對全國神文 起表述和感化的作用 所以就成為本朝的重要文獻 有時 萬曆用宮內的傀儡器 來討取太后的歡心 在他下季之前 他又必須跪在庭前 恭候辭 但是 母愛畢竟是一種最深刻的感情 在多年之後 儘管萬曆皇帝 臨朝的機會 越來越稀少 但每當十一月 辭聖的生辰 他卻仍然親臨 王極門 接受百官的慶賀 有實事在此之前不久 萬曆擦封他的外妃 鄭氏為王貴妃 並預先公佈禮儀 以便國有關衙門 作必要的準備 消息傳來 就有一位 及時鐘上疏 提出異議 其理由為 按照倫理和習慣 這種尊榮 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 公非皇時 得非皇時 謹為皇三子的母親 後來居上 實在是本末顛倒 這異議雖然引起萬曆也一點不快 但插封典禮仍按原計劃進行 除了沒有想到 這小小的插曲 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鬥爭的契機 導致了今後數十年皇帝與神寮的對立 並且涉及到了整個帝國 參加過賀禮儀 皇帝需要頻繁的更換官服 有時達一日數次 服飾中的皇冠有種為金絲所製造 精美絕倫 而有不同於歐洲式的全金屬皇冠 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禮上使用的皇冠是面 形狀像歐洲學者所帶的一片雅 不過面上布板是長方形而非正方形 前後兩端角絕珍珠十二寸 這種豬簾是一種有趣的道具 他們在皇帝的眼前老後來回房洞 使他極不舒服 其目的就在於提醒他必須具有端莊的儀態 不能輕浮造次 皇面相配的服飾 使色有豪華刺繡的黑色上衣和黃色下裙 裙前有積感一片 圓於腰帶之上而垂於兩腿之間 薛物則均為紅色 在此一級隆重的典禮上皇帝服 全部是紅色的皮便服 實際上也是他的軍裝 其中的帽子和今天體育家所用的瓜形 圓規極為相似 有帶系在撥紙上 這種帽子和當時沒有將軍事所用的頭盔 並沒有多大區別 不過將士的規是布質內藏貼片外裝鐵釘 皇帝的皮扁則以皮條截絕而成 外絕寶石以代鐵釘 黃色的龍袍常常被看作 中國皇帝用的標準服裝 其實在本朝 這種服裝只在一般性的儀式上服用 在不舉行儀式的時候 皇帝的常服則是青色或黑色的龍袍 上絕綠色的品別 皇帝是全國神文 無上權威的象徵 他的許多行動有帶有象徵性 每年在仙龍壇附近 舉行親間 就是一個代表性的示例 這示例如同演戲 在親間之前 軍方在教方施中選取幽靈 扮演風雷魂羽各臣 並召集大慶遠平兩院的農民 約200人作為群眾演員 這幕戲開場時 有官員兩人牽牛 其佬兩人婦禮 其他被指定的農民 側帶各種農具 包括奮旗、靜統、作暮龍之狀 又有幽靈 扮為村南村府 高唱太平歌 至於皇帝本人 當然不會使用一般的農具 他所使用的泥雕 有行龍 全部七金 他左手側邊 右手持泥 在兩名其佬的參符下 在田女步行三次 就完成了親間的任務 監北後 他看坐在帳目下 觀看以護部上司為首的 各官如法炮製 順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長官 他的任務則是播種 播種福土原筆 大方司的幽靈立即向皇帝進獻五谷 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勞 已經收到卓越的效果 以至五谷封登 此時 百官就三夫萬歲 致意熱烈祝賀 但是皇帝所參與的各項禮儀 並不總是如此這樣輕鬆有趣的 相反有時還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氣 譬如每天的早朝 即使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 也會覺得是辭之以行 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以致視為衛途 萬曆皇帝的前幾代 已經對他感到厭倦 雖然說早朝儀式 到這時以大為精簡 但對他來說 仍然是一副職務上的重擔 下面的罪術 就是這一結論的證明 在參加早朝之前 凡有資格參加的所有京官 和北京地區的地方官 在天色未明之際 就要在宮門前守候 宮門在中古聲中隨隨打開 八官進入宮門 在殿前廣場整隊 民官衛東面西 武官衛西面東 負責斗策的御史開始點名 並記下咳哨、韜譚等 以致牙忽聚地、道理不穩重等 屬於失疑範圍的官員姓名 聽候參處 一切就緒以後 皇帝駕到明邊 八官在讚禮官的口令下轉身 向皇帝叩頭如意 洪奴寺官員高唱 退休及派赴國省任職的官員姓名 被槍到的人 由領行對皇帝行禮謝恩 然後四品以上的官員余貫進入大殿 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官員 向皇帝報告政務並請求指示 皇帝則提出問題或作必要的答覆 這套早朝節目在日出時候開始 而在日出不久之後結束 每天如此極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創業依此 麗精圖治 在早朝之外還有五朝和晚朝 規定政府各部有185種事件 必須面咒皇帝 指示在第六代的正統皇帝登記時 由於他只有九歲 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規定 早朝以請報八件事程為限 而且要求在前一天 以書面的方式送達預前 此例一開早朝就佔成巨民 可視直到十五世紀末期 早朝這一儀式仍然很少間斷 即使下雨下雪 有還是要堅持不絕 僅僅是由於黃恩浩蕩 准許官員可以在朝服上加披雨衣 1477年又下朝規定各官的張傘隨從 可以一併入宮 有時皇帝體恤老臣 准許連老的大臣面朝 但這又是屬於不輕易授予的額外恩典了 這種繁眾的日復一日的儀式 不僅百官心以為苦 就是皇帝也無法規避 因為沒有他的出現 這儀式就不能存在 1498年 當時在位的皇治皇帝 簡直是用央求的口氣 要求大學士同意緬朝一日 因為當夜宮中失火 皇治皇帝徹夜未眠 神思彷彿 經過大學士們的商議 同意了絕朝一日 除此以外 皇帝的近親或大臣去世 也得照例絕朝一日至三日 以致哀悼 然而 這種性質的絕朝 得以休息的僅是皇帝一人 八官仍須親父五門 對著大殿行禮如意 首先打破這一傳統的是 第十代的正德皇帝 即萬力的叔祖 正德的個性極強 對於皇帝的職責 他拒絕群臣所代表的傳統觀念 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他在位時常常離開北京 一走就是幾個月甚至長達一年 而住在北京期間 他又打破陳規 開創新泥 有時竟在深夜舉行晚朝 朝擺後 朝霸後又大開延直 弄到通宵達旦 但這身月鬼的舉動 神寮們自然難於和他合作 他也就撇開正式的負責官員 而大家重用親信的軍官和宦官 父主要行政責任的內閣 在他眼裡 不過是一個傳遞消息的機構異議 凡此種種 多數民臣認為 即近荒唐 長此以往 後果將不堪切上 幸而正德於1521年去世 又未有子智 大臣們和皇太后相以的結果 迎接萬曆皇帝的祖父 入成大統 視為嘉靖皇帝 周圍皇室的旁之子孫移居帝位 在本朝尚未遲禮 帶神門成此機會 肅清了正德的親信 其劣跡由主的幾個人 被處死刑 嘉靖登記的前20年 可以算得上盡職 他喜歡讀書 並且親自裁定修改禮儀 可視到了中年以後 他又使神寮大失所望 他對舉行各種禮儀 逐漸失去興趣 轉而專心自治於修壇年丹 祈求長生不死 同時又遷出紫禁城 住在離宮別院 尤其不幸的是 這個皇帝統治了帝國達45年至久 時間之長 在本朝僅次於萬曆 萬曆的父親龍慶 在本朝歷史上 是一個平淡而熔滅的皇帝 在他 如雨的五年半時間裡 開始還常常早朝 但是他本人卻對國政毫無所知 臨朝如同木偶 常常讓大學士代答其他官員的請就 後期的幾年裡 則索性把這如同巨民的早朝也免除了 1572年萬曆皇帝職位 關於早朝這一儀式 有了展宗的變通辦法 有了折宗的變通辦法 根據大學士將居正的安排 一巡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 其他日子不朝 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時間 攻讀聖言經傳 這規定執行以來已近十五年 越到後來 聖子緬朝的日子也越多 與此同時其他的禮儀 如各種祭祀 皇帝也經常不能親臨 而派遣官員代祭 實際上萬曆皇帝的早朝 即使按規定舉行 靠之前代已經要聖簡多了 首先是早朝的地點 很少在在正殿 而且在一般情況下 早朝人員都不經五門 而集結於孫治門 所有進馬純像的儀式 也全部減免不用 其次 預前陳奏也二流依形式 因為所有陳奏的內容 都已經用書面形式上達 只有必須讓全體官員 知識的事 才在早朝時 重新朗重一片 萬曆登極之初 就以他高貴的儀表 吸了神療門 以深刻的印象 他的聲音發自丹田 深沉有力 並有餘恩淼淼 從各種跡象看來 他確實是一個早熟的君主 他自己說過 他在五歲時 就能夠讀書 按照中國舊時的計算方法 那時他的實足年齡 僅在三歲至四歲之間 准觀如此 在他語語之初 由於年齡太小 林朝時 還須要在衣袖裡 抽出一張別人事先 為他寫號的紙片 邊看邊答覆 各個官員的請就請示 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 紙片上所寫答語的含義 而只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兒童 在簡單的履行皇帝的職責 他既為皇帝 在他的世界裡 沒有人和他平等 在兩位皇太后之外 他所需要尊敬的人 只有兩個 一個是張居正 張先生 另外一個是大半 馮寶 這種觀念 不消說是來自皇太后那裡 張、馮、兩人結合在一起 對今後的政治形勢 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這一點 自然也不是當時不滿十歲的萬曆皇帝 所能理解的 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 他眉目牽朗 長修 而且注意修飾 復復每天都像站身的一樣 折衡分明 他的心智完全和而表相一致 他不開口則已 一開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 延遲簡短精確 使人無可置疑 頗合於中國古語所謂 夫人不言 言必有眾 萬曆和他的兩位母親 對張居正有特殊的尊重 並稱之為原父張先生 其原因說來話場 在龍慶皇帝去世的時候 高拱是當時的首葵 即首席內閣大學士 高拱自以為是先皇的元老眾臣 不把親皇帝放在眼裡 親皇帝有時派人鬆問公共的意見 他竟是無忌憚的對視者說 你自稱奉了聖子 我竟是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的說話 你難道 能讓我相信 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嗎 在他的眼裡 天子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太后不過是苦道人家 這種狂妄拔護 和人神的身份絕對不能相辱 幸而上天保佑 還有終神將居正在 他立即獻賞其計 建議採取斷言措施解決高拱 1572年下 有一天 八官奉子在宮門前集合 一名宦官守則皇子文書 這是兩位太后的義子 也是新皇帝的聖子 皇子文書一經宣讀完畢 貴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式大變 他已經被奪去官含職位 並被勒令職日出京 遣返原籍 按照官例 他從此就在原籍地方 關於監視之下 終身不得離境 張居正在奸危之際 保障了皇室安全 建立了如此殊分 其取代高拱而代之 自然是理所當然 除了守規之外 張居正又兼管萬力的教育事務 小皇帝的五個主港經史的老師 兩個教書法的老師和一個試讀 都是他一手任命的 偷還編定講章作為萬力的教科書 有機會還親自講授 萬力皇帝學習的地方是文華殿 1572年秋天以後 偷每天的功課有三項內容 經書、書法、歷史 學習完經書之後 授課老師可以到休息室、小休 但皇帝本人卻並不那麼清閑 這時候就出現了大半奉寶和其他宦官 他們把當天神療上早的本章盡請余覽 這本章已經由各位大學士看過 用墨筆作料、票椅 再馮寶和其他宦官協助下 皇帝用珠筆作出批示 中午空貨完筆 小皇帝在文華殿進午餐 下半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可以自由支配 不過他仍然被祝福要複雜功課 練習書法、默記經史 小皇帝對這種祝福絲毫不敢忽視 因為帝天必須背仲今天為他所講授的經書和歷史 如果準備充分背書如銀皮卸水 張先生就會重揚天子的性命 但如果背得結結巴巴或讀出別字 張先生有立即會拿出嚴師的身份 身份加以質問,使他無地自用 在1578年大婚前 萬曆和慈禧太后同住在乾清宮 太后對皇帝能否刻盡本職和勤奮學習 和軍極為關懷 皇帝的其他行動也經常得到他的指導 至於鳳寶當萬曆還是王子的時候 就是他的伴侶提攜捧跑 敬敬業業的細心照護 所以後來才被稱為大伴 到這時候鳳寶已升級為師禮監太監 也就是宮內職位最高的宦官 他經常向慈禧太后報告 宮內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種情況 慈禧因此而能以目凌通 萬曆卻因此而佔身畏懼 因為慈禧太后教旨極為嚴格 如果大半作出對皇帝不利的報告 太后一路之下皇帝就會受到長跪的處罰 有時竟可達幾個小時之久 在此嚴厲的督道之下 萬曆的學習不斷取得進步 他被教導說做皇帝的最為重要的任務 是敬天法祖 也就是敬仲天道 效法祖宗 這順順教導在萬曆身上 起到的作用 很快就為一件事情所證明 當他登極環不滿四個月 有客星出於角度旁 奇大魚棧 光芒足地 這火被今天的天文學家稱為 Supernova或N-1572的出現 在當時被人們看成 是上天將以抗災的警告 按照張先生的教導 萬曆趕緊檢討自己的思想 語言和行動 加以改正 以其取消天心的不敗 這次聲變延續了兩年之久 皇帝的修省也就相應的歷時兩年 並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 他不得不注意折劍 勤勉誠狠的處理政務 待人折密 領求通過自己的努力化空為吉 學習的進步更加突出的體驗在書法上 次聲太后和大半同寶 都是書法愛好者 他忙在皇帝者方面的進步 時時加以鼓勵 萬曆年方十歲就能書寫 勁赤以上的大字 有一次他向張居正和其他大學士觀看他 丙筆輝毫 寫完之後就想設給謝謝大臣 張居正謝恩領受 但在第二天他就啟咒皇帝 陛下的書法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 現在已經不宜在這上面 花費過多的精力 因為書法總是末折小知 末折小忌 自古以來的聖君明主 已得幸治理天下 藝術的徵扎 對蒼生並無補益 張看成帝 梁元帝 陳厚主 徐陽帝 宋徽宗 寧宗 他們都是大音樂家 畫家 詩人或詞人 只因為他們沉冕在藝術之中 以至朝政不修 有的還身受亡國的慘惑 對於這中心耿耿的進鑒 小皇帝自然只能聽除 在1576年之後 他的入貨之中 就取消了書法 而留下經史 物力的節約也在宮中開始 過去一個世紀 每逢正月15上元階節 各公園都有 曹山煙火和新鴻公燈 揮煌魚童白袖 在張公正的提議下 這一鋪張浪費的項目 稅被廢止 萬力曾經想為他母親 修理莊王公室 以表示效師 張居正確認為 各公園已經十分富麗完美 無需在家修飾 他有針對萬力關心宮內婦女 喜歡豬肉混號一事 指出為人主者 應當隨時注意天下神文的衣食 至於豬肉混號 既不能食寒不能醫 不值得閉下親誰關注 我以前的各個朝代相比 本朝的宮廷開支最為浩大 紫禁城佔地四分之三方里 各個宮殿上 蓋留尼雅 前後左右有無數的珠門和回廊 宮殿下的台階都為 漢白玉石 竹砌 真是極進豪華 岸城環繞紫禁城佔地三方里有餘 皇城內有遲到和人公開作的湖泊 已被池馬蛙船和其他遊覽之用 建築物除去皇家別墅之外 還有寺院高級橫觀的住宅 為皇室服務的機構 例如烤餅房 造酒房 甜食房 冰袖房 馬房 以至印書藏書的倉庫 也都集中在這裏 使皇室所需的百物 都不必假授於外 各個藏庫 寺廟 房舍 官由專任的宦官掌握 共有24個機構 集清24間 到萬曆初年 宦官的總數二餘二萬 而且還在不斷膨脹 最高級的宦官 地位可與最高級的文武官員相略 宮女的數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 為這些人的水望所準備的棺木 一次即達二千口之多 從本朝創業之軍開始 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種觀念 即普天之下 莫非皇土 不須有專門的皇室莊園的收入 以宮廷開支之用 宮廷所需的物品 來自全國稅收中 劃出來的一大部分實物 包括木材、金屬等各種原料 包括籌段、瓷器等製成等 皇家的開支可以不受限制 官員們卻只能在極度 折檢的原則下生活 更不必說這些宦官、宮女 所以本朝的官員 宦官的法定新級都十分微薄 這種不公平的現象當然不能持久 到十六世紀初 大部分的高級官員和幻官 都已經過著十分奢侈的生活 尤其是高級幻官更為人所艷善 他們不但在皇城內 遭有精美的住宅 而且根據傳統習慣 他們也有相好的宮女 同居如同夫婦 他們沒有子女 但不伐大批 乾兒疾子愛心的 吹捧 因兒也頗不寂寞 至於招拳納繪 則更是題內的應有文章 一般的幻官也有他們的額外收入 掌管皇家的各個倉庫 就是他們的身材指導 各省上繳級皇室專用的實物 必須經過檢驗 認為質量合乎標準才能入庫 否則就許絕接受 解送實物的人員 就會長期借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 實際上所謂質量並無一定的規格 所以由幻官及其中介人 以相當款項 中介人扣除勇金後 再轉手送金幻官 所繳實物就可以被接納入庫 既然納繪可以使優質物品變為優質 所以除了皇室成員自用的物品以外 二次衝號的現象就不斷發生 其中受到損害最大的是經軍 因為按規定他們的服裝 也是由幻官掌管的 二次衝號的結果 是他們獲得的軍服 質量極為低劣 當時最有權威的倉婦中介人 叫李慧 雀豐無清白 他是慈聖太后的父親 當今皇帝的愛祖父 劣質的綿布通過他而進入倉庫 再發給軍事 就勢所必至的 引起了無數怨言和指責 馬力皇帝接到神寮們 對此事都控告 親自拿了一筆這種劣質綿布 呈盡於慈聖太后之前 太后既愧扯露 表示要按國法處置 這時大學士將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裁 他出面調解 達成了一個保存太后一家面子的協議 你為無需向法庭報道 他所受的懲罰 是被召喚到宮門外 身色一頓 保證不得再犯 事情告一段落以後 張居正又在逢保的合作下 乘機大批撤換管理倉庫的橫觀 並肯自信的欠別人表示 這種衰索鋪斷廢的漏窄 經已禁絕 總的來說 萬曆即為以後的第一個十年 即以1572年到1582年 為本朝八事轉衰 欣欣向榮的十年 不方的老患已不再發生 東南的窩患也已絕跡 成平日有 國家的父父隨之而日見充實 此生超出預計的成就 只不能得歸功於內閣大學時 張居正 此就怪不得張先生 偶敢不腹痛 皇大義親手 調製 焦湯麵給先生食用 慈聖太后 對先生也是言聽計從 他一向是個虔誠的信神奉佛的女人 有一次 曾準備用自己的私足 收足屯州娘娘廟 後來聽從了張居正的勸告 把這筆錢 改用於收足北京城外的橋樑 萬曆皇帝出診子傳遇以後 太后本來打算在宮內撤壇 拜謝菩薩的保佑 也由於張居正的反對而作罷 還有好幾次 慈聖太后想在秋缺前舉行大諧 但是張居正堅持以為不可 太后也只能被迫放棄原來的意圖 在這些事例中 張居正的主張無疑都很正確 但是這種貼面無私的態度 在以後也不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